随着第一届金郎奖颁奖典礼即将到来 日前也推出首支预告影片 由金郎奖典礼大使爱宜良 和三金得主蔡震南 携手演出 以吃麻辣锅 敲打几作为主题 揭晓入围名单 再讲下去 油条老掉了 最佳制片 辱为的有 为了荣耀MV产业 金郎奖也推出多达十一个奖项 包含最佳导演 灯光制片及演员等等 表彰目前幕后工作人员 不过日前却有投诉人指控 金郎奖入围名单中 一名W姓制片 疑似涉嫌性骚案件 投诉人指出 W姓制片在多年前 借着收工送女模回家时 向对方伸狼爪 抚摸大腿 害得被害人留下心理阴影 另外一名自称被害人姐姐的女子 也在脸书留言写下 实时和朋友诉苦 却遭W姓制片逼着道歉 对此记者实际求证 遭控W姓制片 他也强调绝对没有信销一事 是对方在无地放始 若有相关市政就去提告 金郎奖本是为了鼓励MV产业工作人员 没想到这回还没颁奖 就先闹出争议 三级新闻待会前来信 台北采访导